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7日 中美关系 由于习近平的一系列的误判 狂妄和倒行逆势 造成了目前这种 剑拔农张的程度 双方的关系可以这样讲 是在战争的边缘 这样的波动非常危险 那么我们知道 美国的副国务卿 常务副国务卿 叫谢尔曼 第二次的亚洲自行 原本根据媒体的报道 准备在7月18号至24号 这个期间 顺道来到天津 想推进两国高层的解锁 但是另有一些消息讲 中美在之前 想设一条紧急热线 所谓紧急热线 就是到了关键时候 可以直接找到人 或者是警告你 或者是奉劝你 总是有个沟通的管道 但是中方好像没有做出善意的回应 根据网上的消息 那么仅仅过了一天 来自美国国务院消息 就显示中美近期高层对话的可能性 大大的降低了 这是今天海外的多维网发的消息 那么我认为这个多维网是中共一个大外宣的一个阵地吧 否则不会花那么多的钱 这个从一个自媒体手里买这么一个多维啊 目的是为了做大外宣 向外地传递一些 他们想传递的信息 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出一些重要的线索 一些情语的气球 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的网站 美国的权威网站 官方网站的宣称 谢尔曼将在18号到25号访访日本 韩国和蒙古 你想日本韩国都对美国来讲是最重要的 在那之前美国已经做了铺垫了 美国的这个 这个 布林肯呢 已经去过日本了 日本的建议委 又访问了美国 接着拜登到白宫去 接着就是 这个布林肯先到韩国 韩国的就是 文在寅又去了 这个白宫 你想这个 这个老拜登玩的是真狗啊 绝对是拉大方 找同盟者 围堵中国 不像那个川普那样 担打斗斗啊 动不动就退群 这个一起用事啊 这个老摸深算的拜登 那经验了得 给中共治的 那是够呛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一次这个谢尔曼访问啊 只是增加了一个蒙古国 这说明说明说明 他们盟友足不扩大 先是抓住最主要的 然后再把那些小儿子 再给他都笼络过来 一起围困中共啊 所以这是非常厉害啊 所以这篇文章讲说 这是五月底至六月初 访问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和泰国 三个国家之后 再次前往印太地区 那就等于说 两个家门而不入了啊 当年中国古代大鱼之随 是三个家门而不入 人家是为了连接 讲这个敬业精神 这谢尔曼也落到你家门口的 不禁证明中美关系崩塌了 崩盘了 崩盘主要在习近平误判呢 误判是从这个中美贸易战开始 川普是生意人杀了以后 就想占点便宜 你看中国发展这么好啊 我们帮助你 你应该帮帮我 所以就提出贸易逆差问题 5500多亿贸易差 那个时候 习近平应该是派李克强去 给人送上大蛋糕 不用人家讲 主动给人生意 多买个东西 这不就平衡就完事了吗 但是习近平心胸狭窄 格局太浅啊 把这个看成什么 看成是老美嫉妒自己 反制 另外还有党内权力斗争 习近平不想树立李克强 想树刘鹤 因为刘鹤自己的小兄弟 习近平想需要一个传令兵跑腿的 什么事都想拔在自己手里 又没有什么本事 所以呢 这个造成了误判了 结果反制 这一反制完蛋了 你贸易是顺差 你反制什么 明显的地能 我为什么的地能啊 这水平上是太差了 真的 所以造成什么 川普倒向了鹰派了 抛弃了隔派了 这个习近平负有不可推弃的责任了 后来川普又访问北京 习近平在皇宫里 带着他彭里面催拉弹唱了 炎然是大国之军 那更是这个拥有悠久的民主法制传统美国了 这个川普恼火 你想想 我是万国来朝的大臣 你这样对待我 那肯定人家不表情 所以习近平能力太差 他不了解美国的历史 不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这个华盛顿是怎么回事 林肯呢 南北战争啊 1861年到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都非常重要 那么习近平一概不懂 习近平只懂梁家河这点事啊 所以他不行啊 造成今天的状况啊 所以说现在的形势发展 就非常快啊 一路下滑呀 你看人家到了亚洲 根本不不理这个习近平啊 这使习近平非常的尴尬啊 冷战还没开始 已经开始孤立中国中国了啊 所以说这个谢尔曼这次去呢 重申美国致力于盟友 盟国和伙伴的合作 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繁荣 并维护基本规则国际秩序啊 简言之就是美国要恢复原先的秩序 你不能当老大 你在那个南海搞些岛礁欺骗了奥巴马啊 不理这个这个法庭的事 这个法庭的这个做事这个裁决 变南海的主权的这个这个裁决啊 这个所以说这个美国是非常生气啊 你不能变成引领世界 更不能成为引领这个亚洲都不行 是吧 所以别看昨天习近平在这会上亚太什么 回忆上在那讲 讲了半天你没有这个实力 没有这个能力 你看人家一招呼 小兄弟们都纷飞的啊 倒向美国 你就可以看出 这国际秩序很容易恢复了啊 所以人家的这个 就是什么呢 饶到中国 就是要给中国的颜色看看啊 说自从2021年3月阿拉斯加会晤之后 中美高层之间的木木 不木就颇为明显了 上次那个杨洁篪的表现 完全是梁家河的大队书记 拍脑门发脾气的做法 那个不适合于这个大国之交啊 习近平不是讲了吗 动不动是国自大者 但你国自大者 你自己心胸小者 你治理这个国家 你必须得云水济怀啊 因为这个云水济怀根本不行啊 所以这个文化素质上不起没有办法啊 所以这篇文章讲说 虽然在7月6号啊 拜登政府的亚太事务协调员 叫坎贝尔 在出席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活动时表示 不支持台湾独立啊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家克比 同志也强调坚持遵守和成立一个中国原则 但这种谨慎的表态 只是美国调整对话策略 直面中美两国有可能和平相处 但面临巨大挑战客观环境的一种表现 他这个美美原则 因为台湾确实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 应该这样讲 只是什么人家原先是准备给中华民国的 后来就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了 这个习近平真以为自己成功代表 十四亿中国人民 十四亿中国人民向往民主 不是向往你专制集权统治 谁都想往前走 人往高处流 谁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高处不就是民主繁荣 民主法治 谁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整片像笋子 是不是 说习近平是倒行逆施 那么这篇文章讲到了说是 事实上环顾近期华盛顿政界 军进人事动向 外界也很难找到什么 中美对华的迹象 不可能的 因为主要是疫情来源这个问题 现在没有擦清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是来自于批斯实验室啊 所以说我认为 呃这个问题是绕不过的 你首先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啊 到底是不是呃 无意泄露的 到底是不是生物武器战争 如果战争的话 什么话不要讲了 人家肯定开干 如果是无意泄露的 那就应当有一个内疚 自责的心态 现在习近平说 一出来开会 你看今天又是给全世界开药房 要向他学习防疫支持 恢复经济 别这样骗人 这是梁家和的书记的思维 就是我说了算 唯一死扛到底 扛不了的啊 所以这个中美关系 现在搞得非常紧张 正因为这样 美国军机在7月15号 台北自行啊 展示了华盛顿 在中美之间的实际态度 人家一方面嘴上告诉了 一个中国 另一方面人就军机就飞去了 根本不给习近平大回事 这习近平火大啊 没有办法 首先从7月12号到14号 执掌美国核武库的战略司令 司令员叫李查德 查德将军 访问了日韩两国 根据日本外务省 在13日释出的会议相关信息 李查德此行的 包括什么呢 就中国和朝鲜等地区的安保环境 及延伸遏制的政策 交换一件 这是2021三月 美日外长防长 二加二会议后形成了 中国破会 国际秩序 美国旧战略政策调整 务实一致的基调 基本一致 就说明美国运作了多好 主要是日本 日本厉害 你看日本最近放了一个电视片 讲他们的演习 你看那演习还是简体词 那什么意思 给大陆老百姓看的 还得表明 日本一些态度完全变了 现在绝对是虎视眈眈的看着中国和美国战争一排 其实也就在7月15号 另一架美国的C1460狼犬是战斗运动机 降落台北市的松山机场 该机为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进行人员秘密运输于空降的首选装备 一般用于特务渗透 撤离政要等行动 该机在台北的高调展示 既已经成为华盛顿向北京宣示的战略姿态 你看多厉害 人家给你量真家伙 老公也不敢 说实话没有办法 别吹牛 考虑到在6月上旬 还有三名美国议员大臣 美军C17月初级G 运输疫苗的民意抵达台北了 这样接而连三的行动 对中文医关系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习近平丢尽了脸 习近平之前 像胡锦涛 温家宝 江泽永宁 树荣西内接政府 哪有这种事 所以完全是倒退了 这完全由习近平的政策造成的 就是你大国没有当上 整天吹牛皮 什么中华民族的复兴 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东升西降 什么平死世界 这一整哗啦一些 没有平死 反倒叫人鸟儿砍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人家政策走的一步 太厉害了 美国 说再者 同样在7月15号 美国财长叶伦 及其团队 暂时没有恢复此前 被总统川普政府中断的 纵意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打算 虽然叶伦以及政府其他部门 正与中方保持联系 但他们的目的并非重启 中美高层之间的正式回谈 其实在忽悠习近平 已经是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了 这一点毋庸置疑 说人而今 随着伊尔曼 热 严酷的现实 即便观察热衷于中美对话 但这个可能性在当下 变得不太现实 别看现在人们都热议 也都希望和平 中美能不能对话 我认为不可能对话了 因为你绕不过新冠这个事 必须讲清了这个事 因为这个事已经造成人家60万死亡了 因为是一个民主国家 又有民意 如果是拜登不强硬的话 他马上就下去了 2024年 川普就卷土重来了 重来的话更厉害 那川普这样一两天 动员他们这些所谓的 美国的爱国者 正在也是纷纷的活动 召开了好多回忆 川普的民意技术也是很牢靠 还有这个叫伊利桑那州 好像有个州 还查出有千万张选票是假的 要求召回那个选举人重新选举 要重新选举 这个川普就要做大动作了 是不是 这个很具有戏剧性 那么这篇文章讲 事实上即便是近期穿沿 将访华的谢尔曼 其对华工作折射出的 拜登当局的态度 也多少有些可虑 此前 在6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 谢尔曼即指出 中美虽正在进行工作层面的沟通 但中方的工作重点 旨在不仅次告诉中国 而要告诉全世界 其他国家 美国将出于领先地位 并努力在竞争获胜 美国还是领先 绝对的 你看美国的战绩 是吧 那绝对隐形战绩 非到中国 中国都不知道 是吧 美方的工作重点 旨在 目的是什么 要告诉中国 这个态度 并努力在竞争中获胜 这与拜登坚持在其任期内 不会让中国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领导者 自后的诉求 形成吻合 也就是他下面这些团队们 都支持拜登 大体的意见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呢 在国际舞台上 老大还是老大 你老二就是老二 你竞争也没有用 你没有这个实力 你在后边爬跑 还有好多年了 就这个意思 加持华盛顿近期 还在台海制造危险紧张局势 失忆之词 说即便拜登团队 已经进入下半年 对华外交布局 和中国竞争对抗的基调 会对其对华外交 带来严重的干扰 就当下局势看 其促成高层对话 乃至首脑进程 想必会继续不得其门而入 他这个讲的文章 写的文种种 实就是一句话 你别看现在热闹 商务部好像还和中方 还谈一谈 这都表面文章 已经走不回去了 中美对抗已经成为大局 下一步冷战到热战 我本人认为就是大势所趋了 习近平只有一条路 两条路 一条什么 你认这个新冠状病毒来源的问题 给人赔偿 另一条路就准备战争了 就这条 习近平肯定不会认的 死因到底 要绑架14亿中国人民 当铜箱铁力 导致在国际的大舞台上 到底看看谁碰的头和血流 我这个有待观察 本人认为美国 就是在军事上 胜过中国这一点 是可以这样很轻松 轻易而举的事情 关键是什么 这种最后的结局 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美国是这个也在忧虑在塞 今天海外期待节目 这个小单元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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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